日前 沙特先后举办沙特非洲峰会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联合特别峰会 关于巴尔冲突问题 相关会议呼吁立即停火 保护平民加大对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 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支持一切旨在推动冲突降级 恢复和平的努力 当前加沙地带局势异常严峻 中方支持一切旨在推动冲突降级 恢复和平的努力 中国同阿拉伯 伊斯兰和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 在制止当前冲突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 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 继续为保护平民 缓和局势 重启和谈 实现和平 做出不懈的努力